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周三开始 人们又可以去迪斯克舞厅 在电影院吃零食 或者是在酒吧里站立唱饮了 以英国和丹麦等几个欧洲国家为榜样 法国正在逐步放宽其卫生限制 同时收紧疫苗接种的合格条件 疫苗接种症的有效性条款在2月15号星期二被收紧 新冠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 现在必须在前一次出售后不到四个月内进行 而最初是七个月 据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威威兰说 由于这一措施的收紧 400万到500万法国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疫苗接种证 同时 政府正在逐步减少与休闲活动有关的卫生限制措施 正如总理让卡斯泰1月20号宣布的那样 以奥密克戎变体为主导的第五波新冠疫情正在消退 然而一些流行病学家在1月底批评了这个时间表 认为这种取消限制的做法为时尚早 法国卫生局在其最新的每周流行病学更新中提醒说 医院的压力仍然很高 法国之声报道了在未来几周内的卫生限制新规 从周三起 酒吧咖啡馆和餐馆里的站立饮酒将被重新允许 法国政府进一步解释说 对于聚会者来说 另一个好消息是一总会在关闭超过九周后可以重新开业 因为这符合最新的卫生协议 与2021年6月的重新开放不同 健康协议还没有对此进行具体说明 法国布里塔尼电视台报道说 一些人说他们松了一口气 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失望 因为最初定于1月24号重新开放的时间 最终还是被推迟了三周 观众需要站立参与的音乐会也正在恢复 这是在2月2号取消观众人数限制后 文化部的一个新的措施 电影观众将再次能够在观影过程中吃爆米花 在体育场馆 电影院或公共交通工具上 消费和销售食品和饮料将再次被允许 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上周五宣布 当寒假回来时 学校的健康协议将被放宽 这些变化将于2月21号在B区生效 2月28号在A区生效 3月7号在C区生效 在操场上 口罩将不再是强制性的 但是在室内仍将如此 如果一个班级内有一个孩子新冠检测呈阳性 他的密切接触者只需要进行一次自我检测 而不是三次 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 则仍然需要进行确认性的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 从2月28号起 在需要疫苗接种症的封闭区域 如电影院 剧院和博物馆将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然而在公共交通工具 如地铁 公共汽车 火车 飞机等和不适用疫苗接种症的封闭区域 如医院 行政部门 公共服务机构 商店 办公室等 在室内佩戴口罩仍将是强制性的 当地时间15号 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 报告指出 2月7号至2月13号期间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600万 较前一周减少19% 新增死亡病例数量与前一周类似 除西太平洋区域以外 上周全球各区域新增病例均有所减少 东南亚区域降幅最大 较前一周减少37% 其次是美洲区域和非洲区域 上周上报病例最多的5个国家 分别是俄罗斯 德国 美国 巴西和法国 世卫组织报告中还指出 早期研究数据表明 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更易传播 根据丹麦的疫情数据进行测算 该亚型变异毒株比奥密克戎原始毒株的传染性增加了30% 但其导致的疾病严重程度与奥密克戎原始毒株相比并无差别 目前 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取代Delta毒株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流行毒株 全球近期上报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中 98.3%为奥密克戎毒株 而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的所占比例逐渐上升 截至2月14号 该亚型变异毒株已经在1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流行病毒 当地时间2月15号 加拿大公安部部长马可·门迪奇诺表示 沃泰华市的混乱将很快结束 皇家骑警 也就是联邦警察将依据刚刚启用的紧急事态法 在沃泰华市区设立进入区 控制与车队抗议者不相关的人群 拒捕执行命令的人员将面临罚款甚至监禁等处罚 门迪奇诺说 警方将非常快速地设立更多的水泥路障 并要求拖车公司把那些堵塞沃泰华街区的卡车拖走 同时 银行和金融机构将停止向车队组织者提供资金 参与卡车司机抗议活动的公司银行账户和商业许可将被政府临时吊销 门迪奇诺强调 没有人希望在惠林顿大街看到像过去三个周末那样的状况再一次重演 外界据此猜测 警方将在2月18号之前采取行动 他说 他已经告诉皇家骑京警司布伦达卢基 目前的局势不能继续 必须让首都恢复和平 同一天 刚刚出任沃泰华警察局代理局长的斯蒂夫贝尔表示 目前市区核心区域在夜晚时只有大约360部各类车辆和不超过150人的抗议者 与前几天的高峰期相比已经大为减少 据了解 包括当地的警察在内 目前据起在沃泰华市的警察已经超过了3000人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3号 乌克兰顿涅茨克马利乌波尔 79岁的科斯塔诺瓦斯卡参加战斗训练 随着俄乌紧张局势升级 数百名平民加入乌克兰预备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5号 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腊省 由于暴雨和强风袭击马尼焦湖 极端天气导致鱼缺氧 湖内数吨鱼死亡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5号 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当地遭遇大雪袭击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